大家好 歡迎收看 洞曼城進攻足球的歐洲足球時段 先講講今週西甲賽事 昨天西班牙甲組聯賽 王家馬德利6比0大勝愛斯賓盧 亦拉近了與馬德利體育會的距離 為何會拉近呢 因為馬德利體育會對著巴塞隆拿 那星期六輸了給巴塞隆拿 亦打少兩個 開記錄是馬德利體育會 及後美斯和蘇雅雷斯一人又一球 反勝對手 說出場那個就是菲勒路易斯 在上半場差一分鐘就捱不到 到出來沒多久 高癲又拿了紅牌 很早在六十多分鐘 形成了這種已經是大局議定的戰果 基本上是 這場幫我都有看過 其實拿那兩個紅牌 就是自己拿來缺的 就是抵擋的 就是自己拿的 基本上你那時 在害人 甚至乎被人追平的 你都還沒輸 用不需要打到紅槽呢 搞到自己打少一個 又被人追平 你自己笨 所以往往踢球 EQ不好就麻煩了 另外還有一件事 此消彼獎 吳加瑪德利順利擊敗對手 但對聯賽榜幫助不大 因為目前的情況 巴塞隆拿少了一場球 但仍然以三分 負責馬德利體育會 如果未取得那場未代 有六分的差距 和王嘉馬德利比有七分的差距 又不可以說沒有機會變數 就是困難 其實有一件事 排面來說是四分 但他打少一場 其實好像昨天看球的時候 那些平術員說話時間 他打少一場問題不大 他還有一場要再對巴塞 他只要壓到他那一場 然後巴塞一分就已經等於平手 所以施丹上場來說 場場要開大就是這樣 我擺明要跟你去砌到他 跟你數 擺明的 現在他在德塞球 都先撐住你幾球 先撐住你七、八球 是 這個 正正為何要換教練 可能一路 黃馬的高層看到 賓尼迪斯的打法很保守 太過防守性 但防守性也不太好 所以還是要換 換了出來 你看 在斯坦大那四場球 十幾球球 你就已經分別大 即所謂射手那幾個 賓尼馬 加利 不是 巴利 巴利 斯朗 甚至詹士諾迪古斯 這些 出到來都有波入 其他那些不用說 這幾場球來講 賓尼馬 就是四、五球 施朗都七、八球 加利 你又是三、四球 你看 你幾場球來算一下 嘩 只是他三個人都十幾球 你想想 很厲害 他們基本上 過往來說 都是打 正攻性 打防守性 沒什麼盡力 另外 有個不幸 他早上任過斯坦 但成績到現在都不理想 那個就是加利利為你 基本上 在大好預計的情況下 對著欺航第十九位 應該可以得到分的情況下 他在五十分鐘 就輸了球仇二馬 就在主場 零比一輸給欺航 他的壓力上 你說不大 是假的 一定是 一定大 我又覺得 加利利為你 不可以跟斯坦比较 因為為什麼 我覺得 第一 就是 團隊 質素問題 第二 而我自己覺得 加利利為你 他去叛途插手 蘭西亞 其實 怎麼說呢 我們最初覺得 是有一點冒險的 那個冒險就是 源於他弟弟在那裡做了 就叫他去 而他在之前本身的教練經驗 我們覺得 都未足夠 而你去到那裡 然後呢 他又 有一點點 怎麼說呢 不是 我們一般 大家來談 順著去看一看 那個環境 他就有 作一些改動 或者作一些提示 那樣東西 而另外 一件有趣的 就是 斯坦在西班牙打過球 加利利利 還沒有打過 還沒有打過 他同時 他也不太了解 西班牙的球員 所以 我覺得 不可以說 好像說笑話說 這麼不幸運 其實 很簡單 其實 你高寶一樣 高寶 德國 去到英國教 他不要說那麼多 你們行的 夠的 可以的 我聽我說一下 你們留心一下 那些事情 可以的 他只是 將一些人的 弱點的地方 改善 接著那些人 向強那裡 再加強些 你看他 只是把 拉蘭娜搞定了 拉蘭娜 我想 你用槍指著 叫他不要相信 高寶 他都不順利 因為 他 我看到 拉蘭娜 和高寶之間 接觸 你看到 他兩個人的關係 直接 拉蘭娜 高寶 信任到 即是 你不馬 不可以 相對之後 加利利威 你就慘了 第一 你又不是最高級 高級 高級 好像斯丹 那些 球員 也沒有經驗 跟西班牙 再加上 你教練經驗 不夠 再去到 你又 要刻意改變 別人的事情 你就踩市 是 始終 現在 在聯賽榜 形勢上 巴塞龍娜 一定是一枝獨秀 除非有一些 很突發性的失誤 如果不是 機會率 到二月份 都很大 但仍然有一個變數 因為始終最遲開落是西甲 基本上是 講完西甲之後 就要講回德甲 德甲 敗了暮尼克 二比零 贏了賀芬藍之後 他仍然是一枝獨秀 對整個形勢沒有改變 當蒙特仍贏了對手 反而 暮信家帕 肯第四位的暮信家帕 輸球之後 利華古信 扮掉形勢 小豆又再入球 入了兩球的情況下 3比0 利華古信 擊敗了對手 就升上第四位 這是唯一的小變動 在德甲聯賽榜裡面 基本上是 但如果你說 他能否再升得更高 就要看很多東西 因為他最多 升多一級 因為他距離34分 第三位的哈法帕林 就三分差距 但要等 還要看哈法帕林會否失分 但如果你看到多蒙特 就難些了 因為哈法帕林和多蒙特 距離有十分的距離 是 其實我覺得 今年利華古信 如果能夠取得歐聯職位 其實都會滿意 是 應該沒甚麼錯 是 你沒辦法了 你一開始 拜仁已經帶出整條街那麼遠 他現在好說不要聽 他運籌為握 看著哪些分 我可以直接不要 給你 我接下來的一場 還要的 給你 還有大把空間 是 大把空間 即是兩至三場 給你 所謂給你 可以給八場 都可以的 和就可以了 是 是 所以我想插開一點 就是回應我們的拍檔 大家談 就是 我們之前在英超那裡說 阿仙奴、孟城 大家都要準備一些重要的賽事 你相對 拜仁姆尼克 巴塞 這些 他一早在他自己那裡 放開一點點 那就不用憂慮 因為大家 你知道歐聯的重要性 比其他那些 他就變成空間大 踢起來 即是 得心定手 好像李Sir說的 在自己本土聯賽 我在哪些 重要賽事 近歐聯比賽 我可能不小心放給你 他都不是大問題 因為有幾場 被他這樣調配 作為一個球隊 即是作為一些 大賽競爭的球隊 即是他們要準備這些東西 以及有條件 另外還有一件事 即是 巴黎聖日二門 又是這樣 對 所以我們大家要看 不用看 不用看 他一早已經帶開整條街 你不用想 他沒有壓力 所以 得心應手 我們都很少去評論 拜仁無理 即是我不可以說 他贏得有多精彩 因為蘇勇頓都很熟悉 如果他贏得有多精彩 我們也沒有這麼遠策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三個都已經很過肥煉 立即進入耳隔 耳隔反而競爭非常非常大 因為現在看著一個很奇怪的走法 就是自從拿玻璃升上榜首之後 因為那幾週的賽事是輪著坐的 但他上去之後 就一直咬著 很穩陣 很穩陣 而祖雲達斯的來勢 真是非常凶狠 一上升到第二位 而一咬著距離只有兩分 但是現在就看看 你何時換位置 但兩對球還在咬著 一直贏著球 例如在這一週的賽事中 拿玻璃對著安玻璃大勝對手 5比1 而祖雲達斯在作客的情況下 就4比0贏了基爾 仍然對差距上 仍然被拿玻璃吃住 基本上是 今屆來講 在李甲的爭族上 已經大致上明朗到 就是祖雲達斯和拿玻璃 因為第三位 無論佛倫天娜和國際密蘭 和祖雲達斯 亦出現了六分的差距 明白 如果以這樣的氣勢來說 先不要計算你追不得一番 你自己也要贏得下去 我想 那個榜首來講 拿玻璃 我相信他還有一陣子坐下 是 因為現在 稀固欣就著火了 當年在黃馬時期還要好很多 還有一件事 就是在黃馬那裏 他可能都要 比其他人都要分感光 現在他這裏 他一個人都說了一件事 打了一件事 你怎樣做呢 即是 他現在在拿玻璃的 人那裏 這個島 裡面的人 就相等於當年的 馬那當拿 這件事就是 第二個阿根廷人 在拿玻璃 這個拿不勒斯島 威的 我想意大利人和阿根廷人 現在的關係應該越來越近 你知道 因為 因為 因為馬那當拿和希古欣 搞到他們的關係非常之好 其實是這樣 我來講 本身 我喜歡的球隊已經沒落了 所以我只是純粹去看球身體 去看乙甲 上一周 我們同事William 他看好這個祖恩大師 是 沒錯 他有經驗 比較 比拿玻璃好很多 坦白說 這個答案 可能很快就會呈現給大家看 今個月的情人節 2月14日 將會上演 祖恩大師對拿玻璃 到時 如果這場球有什麼閃失 對整個聯賽榜 有一個直接往後的影響 要看就是看希古欣 是否有當年馬那當拿的魅力 其實馬那當年 在拿玻璃 一個人就搞定了 你不用了 不要那麼多 希古欣是否可以去到那個地步 這是一個 他想問 他搞不搞定就不知 但他跟阿古露 近萬城扮演的角色是一樣的 因為他現在只要希古欣有入球 是近乎拿三番的機會就會很大 因為他在聯賽榜裡面 去到這一刻22週的賽事 一共入了22球 比起第二位的 他比起第二位的神射手 的球員 還要多成10個入球 他連神射手都可以 已經是狼中之物 近乎是 所以來講 未來的日子 都是祖雲達斯和這個拿玻璃的追逐 如果他這場球 跟著這一周 他贏了的時候 祖雲達斯贏了的話 他會比較好 壓住你來打 再加上你祖雲達斯 那個會的上下經驗 是比他好的 來講 就 好一點 還有一件事 拿球始終是打個氣勢 打球很多時候都是 被人一擠了膽 可能江河下射 還有一場 退色的米蘭大戰 AC米蘭主場三比零 就贏了國際米蘭 很坎摩 我看球那一年代 這兩隊球隊有很多頭起 現在看到兩隊球 三頭馬車一定是 一定有兩隊 兩隻米一豆子 一定是間條三的 加上祖雲達斯 是三隊間條三來爭 現在 沒有 不同 但你也說起一件事 前幾天 國際米蘭方面 和後衛前萬年的隊長 就為敵志正式宣布退役 34歲退役其實都屬於早 我想 在實際年齡來說是早 但其實如果有心留意 為敵這麼多年的時候 在萬年或者之前 雙恨累累 雙恨累累 即是 他基本上 可以踢的 他不會退役 他不會退役 一定已經是 去到那個 沒有辦法 不退役的階段 這件事 希望 他退役之後 會有另外一個 光輝一業 是吧 或者回到自己 國家那裏 幫國家隊那裏 是吧 這些是沒有辦法的 運動員始終都是受傷環困擾 香港的神奇少之蘇華偉 都是這樣 阿芬呢 當然 衛迪這個 又是 態度認真 積極 百分百付出的球員 正正是百分百付出 所以你才容易受傷 當然他離開 不是 退休是一個可惜的 在球迷的角度 但是 正如你所說 希望他離開了這個職業足球 在教練方面 如果有機會的話 就可以把他的經驗 帶出來給後面一些年青球員 因為這件事最重要 我覺得是經驗 態度 各樣東西 是現在年青球員最需要拿的 沒錯 這一節節目完結前 我們都會播放 衛迪志在國際米蘭最後一球 都不是在國米 最後一球 因為他在季前二生才有球 以甲來說 這球是最後一球 我們看完這個入球 亦都希望衛迪在將來的日子 在其他球圈的地方 能夠再見到他們 沒錯 第一 看一個角度 沒錯 今天節目暫時 到此為止 我們欣賞回衛迪志 在國際米蘭那球一球 如果我們應該是有球 他會做他 是輝迪在球場 打球 打球由Lukas Podolsky 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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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球